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LV小皮特 今天呢就是1月份的6号 那我呢就是分享一下呢 就是明天呢我就要考大卡车 7号啊,7号就是洛杉矶时间 那要是大陆来说呢 那明天呢就是我 嗯,已经8号了 那我们这里呢就是7号 已经预约了 那上个月就是上一年的2019年的12月19号那天呢 那我也是预约去考了 但是很不巧 就是那个车坏了 所以没考 那我改的期呢就是 大概是礼拜二 那今天礼拜一的晚上 我刚回来在这个驾校那里回来 明天呢就是约了 最后一个 那我上次呢49号的时候呢 就是最早 最早就是7点钟 那上次呢我就是整个晚上 我也没休息好 就是4点钟我已经开台车 已经去那个车管所那边 嗯,到了车管所 大概已经是早上的5点45分吧 6点钟去排队 那很冷 那早上很冷啊 这个一早一晚的比较冷 这次呢 那我呢就是驾校跟我预约呢 就是下午的1点钟是最后一个 那明天同样也是我们的学员有4个人 就是每次考试呢都是4个人的 一个早上7点钟 一个9点钟 一个11点钟 那就轮到我了 那我要 我也要提早去啊 大概我明天呢 就都会10点钟左右 就要去 就要到那个地方 提早 提早一点比较好 那个 起码呢可以通过观察 那个别人的考试 自己也做一些准备的一些 就是工作啊 就是准备上的一些 那些事项 那能否呢 明天能否考不考了呢 那这次来说呢 那我车姐呢 也背得 起码给自己打分来说呢 就是80分 80分 不能够说100分 就是80分 还不错 另外呢 这个气煞部分 就是这个大卡车 那个煞车啊 就是用气压的 平时我们小汽车来说呢 都是这个油门的 所以你开小车的时候呢 你踩煞车的时候呢 你是不会听见 那个什么 这个就等于打个比喻吧 你要是看到公交车 无论是大陆也好 在美国也好 那些公交车 不是经常放屁的吗 经常放屁 就是这个气煞部分 这个气煞部分呢 要是漏气的话呢 那就是 没有刹车了 那走在马路上呢 就是很危险 所以呢 我们一般呢 去考试 都是这个 一开始就要考这个气煞 就是说这个踩煞车 这个车的合不合格 那你会不会操作 会不会提早发现 这个大卡车 这些毛病 这个就是 因为以后你就要 哪怕你考会了这些 大卡车 考会了 你都要每天 你要开车之前呢 你也得检查一次 所以说 这些例行的检查呢 是作为一个 大串司机 每天必须要检查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呢 就是 所以明年考试呢 就是考这个气煞 这个气煞呢 是没有分扣的 哪怕你错一点点 都是无可挽留的 就是说 你读表 用英文读数字 读错了 这个可能也是 不合格 那你也没办法 不会说 给你机会 不会给你机会的 所以 你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步骤 绝对不能够错 那你要熟悉的话呢 那个 那你就 应该就没有什么错漏 那就是 你应该 就是 多看点 1 2 3 4 5 6 7 8 9 这些数字 就是说 要准确的读出这个 这个数字的英文 那通常我们不是母语的 英文母语来说呢 当我们首先看到的 就是 首先想到 这个106 然后才会 106 108 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七杀部分之后呢 就是 考完之后呢 就是车检 车检部分呢 也是 整台大串的 每个部件的 名称 有没有坏 那你就要用口述出来 比如 就我们考试的一个 一环就这样了 这个安全带 就是 Spear Spear安全带 英文 Spear 然后 Monte Secure 安全带 调整正确 然后 再用英文说 Bail Bail 就安全带 没有裂 Spear Bail 拿 Quai Fray 就是 没有裂 没有 磨损 然后 那个 还有一个 叫做 什么 那个 就是 碰 那些 什么 嗯 我也 只会 英文 那个 叫做 这个 就是 那个 安全的 就是说 你火灾的时候 不是喷那些 什么 什么 灭火器 对 灭火器 那灭火器 你要怎么说呢 在英文 我们就要 需要说到的 就是 Far E S TING 然后 安装 正确 Property Skeller 再说 加满了 气 加满了 就是 Fly Chagi Apada 正常范围 Gling Segersen 就是 意思是这样 就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 就是车的 整台车的检查吧 整整查 分三个部分 分三个部分 那我们 已经全部 被熟了 那他 叫我们 说 第一部分 还是 说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那就由 这个考官来 决定 他叫你 考第三部分 那你就 背 第三部分的 车检 第二部分 就 就背 这个 然后呢 这个车检过了之后 那然后呢 就是 倒装 90度 还有直线 进去 还有 退后 倒车 前倒车 后倒车 还有一个 90度 另外呢 还有一个 平 平行的 停车 正反怕吧 这个 所以 但我现在讲 这些俗语 大家可能不明白 就是说 停车部分 怎么停车 倒进去 倒进 那个车户 是什么回事 好像呢 这个都 过完这些了 然后你去 上马路 那放 上马路之后呢 没有什么事情 再回到车官说 那就算完事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大概呢 就是要两个小时 一个气杀 一个车检 大概用了你一个小时 倒装 倒车 基本上 也用了你 也有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到马路去考 大概要40分钟 就两个多小时吧 两个多小时 一个人 所以我们四个人 那刚好 就是说七点钟 考到九点钟 九点钟 换第二个 第二个又考两 考官不是同一个考官 他们有几个考官 这里的车官署 有很多考官 不是一个的 轮到谁就谁 那这个车官署呢 有几个考 有几个考官 只有一个 好像一个呢 是一个杀手 一个杀手 就是一个小黑的 小黑 就是年轻的 就是大概看上去30岁 扎个鞭子 走路像跳舞一样 是小老黑 小老黑 我们叫他小老黑 这个人呢 就是 不要 很难在他手中过 那要是碰上他的话呢 那你想想要明天的话 你碰上他的话呢 那就 不能够说 你一定能够考得到 那你就要 只能够说 只能够等下子再考了 就是在他手中呢 很难过的 很难通过的 这个已经就是 很多人 在家校都 大家都知道 这回事的 那也有一些 好的 好的 那个考官 什么叫好的考官呢 就是很多呢 他就是 他也不是不严格 但是呢 就是说 有一些误差 就是 就可以说 可以接受得了 就比如说 106 那你说到107 108 那个 那个误差 他不跟你计较 而且那个表上也没有说 不像是数字表 他都是你自己去判断的 所以我说是106 那他说109 那你没得说了 他说他 他对 你不对 其实这个没有证据 你看跟我看 不一样 他没有说 一看就是数字上的东西 大家 那个数字好像那个挂 那个日期 那个日期就 今天是 6号就6号 没有说你判断 今天是多少 就像我们古代 打那个 叹叹叹 就叶三根 二根 五根 现在有手表 一看就知道是几点钟 但是他那个表呢 就是 他是大概 是90 120 中间是没有数字的 所以都是你自己去判断 所以你 所以在这部分 很多人呢 就是 过不了这个关 因为 你读的跟他 看的不一样 那他 要为难你的话 那他 他就容易为难你了 他说你 都是不对的 嗯 好了 我说了这么多呢 就是 也关于是明天考试吧 那今天 我 练了一个气沙 跟 那个正反拍 那都 没问题了 基本没问题 我应悟出来 大概明天考完试之后呢 我会 就是 再讲一讲 考试的一些经过 我的 亲身感受是怎么样 紧不紧张 那个我都会 跟大家呢 就说一下 还有呢 究竟明天能不能够 好的合格 这个还是 未知数 就是说 你考完了 完成任务了 那 才算是 合格 现在说是没用的 我 今天我说 我自己可以 给自己打分 就是可以说 可以打到 70分吧 就是一个总体上 总体分 我给自己 一个合格 但是 明天 有没有 solo呢 有没有 因为环境的原因 紧张啊 或者出现 一个差错 行不行呢 这个都不知道 那 就是能够说 明天晚上 我大概 明天下午 我就会回到家里 那 回到家里呢 估计呢 就是 大概 是 六点钟吧 那六点钟呢 大陆时间呢 就是 早上的 十点钟 早上的 十点钟 就是 八号的早上 十点钟 那 今天晚上呢 我还是要继续呢 去 温习 就不是背 是温习 要是现在还 还结结巴巴的 的话呢 那明天就不用考了 所以呢 今天的关键呢 还是 休息好 就是 不要太紧张 顺其自然 通不过 就得第二次 第二次 通不过 就第三次 我们 学 那个 架下那里 还有很多呢 考了八次 九次的有 有些七次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已经 考了 大概 第三次了 下期 下次 就第四次 就没办法 那当然是最好 就是一次过了 那要是我把这个东西 考完之后呢 那 那我就 这件事情 就打三个句号 因为这个 我发现我 我学这个大创背这些英文的话 我发现我自己都老了 五年了 五岁了 五岁了 就整天都 心里很压抑 很压抑 所以希望明天呢 把这个事情呢 给 给考完 就是一个解脱吧 那现在呢 我拍了这个视频呢 然后呢 也是 等于是一个 纪念吧 然后明天 我考得成 就好 考不合格 那也没办法 是吧 没办法 那就考完之后呢 我会把 这些 什么 这个 学车的要领呢 跟大家 再谈一谈 那我也 拍了一些录像 大概也拍了一些录像吧 可以参考参考 其实呢 也是不难的 当然了 这个考过的人呢 都说是很容易 考不过的人呢 就非常难 那 这个东西呢 就关键关键 自己去努力 OK 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就这样 好了 谢谢大家的 关照 那一会儿 或者明天呢 我会去买一点巧克力 吃巧克力的 会 人们会开心一点 然后呢 再买一些提神的 一些饮料 那希望 发挥的好一点 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